大家好 欢迎收看 要你股仗 我是婉伦 我是袁诺琳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还是要请大家先动动手指头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订阅我们频道 订阅袁老师的频道 那么我想要问一下老师 这个观望盘 这已经沉浮很久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 台股的希望呢 对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今天台币是贬值的 是大概贬了这个0.9角 所以一开盘贬值的话就涨不动了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很多 虽然昨天的这个美国 美国股市是涨跌互渐 没有说表现特别 但是我们一开盘就就下跌 然后一开盘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支撑的地方 这个是17450支撑 全场都没有破17450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观望盘 观望盘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 那但是呢 我们要有一点要注意 是 日经指数它已经创了33年来的这个新高 今天涨幅有2% 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未来政府要扩大政府的支出 要刺激经济 要扩大政府支出 而且呢 有一个有一个高超盘的高手机经济人 他说未来日经有可能10年内呢 涨到10万点 哇嘛 我就想说台股有没有可能跟上日股呢 如果日本这样走的话台股很有可能也跟着一起动 哇 罚大财 好的 那这是10年 10年涨到这个10万点 那可能就是涨到两倍半了 好 那恒生跌了0.78 就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那就是因为 恒生受中国的这个经济影响就持续下跌 跌了 现在要创新地 短期新地 好 那这个所以我们收盘的时候是收了17465 跌了69点 现在就是标准的选权选钱的观望 观望 好 那那美元指数昨天是来到了102.5 这个这个关键价位 对 那台并呢就小小的跌 小小的这个贬值 那就是复制去年11月的 有望去复制去年的走势 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看看 升值横向整理 升值横向整理再升值那将更好 是的 那今天的这个内股行情 只有电子通路跟这个居家生活在讲 对对对 其他都中错啊 一片绿油油的 绿油油 养牛了 尤其是航运股这个跌的最惨 就是 我们我们讲说受到这个 常用海运在150 这个是那个地方卖压非常大 就上不去 有很多人也套牢 对好 那台积电 还在这个箱形整理这个地方 585到570这个地方 那选后我们预估呢 选后应该就会明朗 就有希望往600块的这个地方突破 来到600块这个目标价 好 那 价钱指数呢 因为上周跌破前一周的这个低点 那我们这周呢又跌破上一周的低点 所以现在就是整理时间可能要稍微加长 这个就是 那类似像 之前的 5根红K线以后就陷入整理 那5根红K线以后 陷入整理 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 外资的部分呢 今天卖了31亿 是 那期货它继续做空 空了这个 两万四千多口 他们很喜欢避嫌 对他们 继续避嫌 他们就是这个不确定因素呢 他们要把不确定因素降到最最低嘛 所以 持续在避嫌 是 那就选前持续在避嫌 那可能嫌后呢 他们也会就比较明朗一点 自营商还是在 卖超 为什么就是一直都在砍自己人 自营商这几天真的好 对 持续在卖 好像永远卖不完 今天又卖了32亿 好 那这个 这个融资予额 昨天大减了26亿 哇 一下减了那么多 就是 可能就是 很多散户呢 一看说这个 这个 选前的这个 行情不确定 干脆就先出了 因为昨天也没有特别大跌嘛 但是就 跌了这个 出了26亿 来到了245 6亿 那选后 持续在 增的话 那这样的行情会比较好 好 那高价股今天 就是一半一半 对 四星KY还是持续在创短期的这个新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四星KY 王 好 对 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十字线 这个是 呃 成新十字 成新十字 从果真就从这个地方呢 开始 涨涨涨 昨天大涨 今天又小涨 是 今天从小涨到这个60块 持续在创新高 表现得相当不错 另外 我们要 跟大家提醒一一档股票呢 创意 创意 也是有类似的 他在这边也出现一个十字 这个出了十字线 十字线以后呢 缓缓的两天 缓缓的定高 今天又收了一个中长红 所以这个呢 好像已经把这个下跌的这个短期的这个下跌趋势扭转了 所以创意未来的这个走势呢 可以值得关注 今天是第一根红K线 长红K线 那可以上车吗 可以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短期的这个 K线反转形态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个1750附近呢 就一个是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好 那IC设计 跟软体 红通通的一片 对 那我们的股票有很多都今天都大涨 都在红通通这一块 对 都是这个大涨或涨停 好 AI概念股今天三分之二以上是红的 三分之一是绿的 那我们说这个 AI伺服器三件客呢 4天以后他们的季线 会走平 就是4天以后会扣底 比较低的这个股价 那个时候呢 他们季线就缓缓的走平 那时候 再上风的话会比较有这个 有强有力的这个上涨 那我们就下礼拜三再回来看 哈哈 我们下礼拜三见了 好 伟创110以上压力大 技嘉290以上压力大 广达220以上压力大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短线标股 短线标股 那个我们就是不断的推出这个短线标股给大家 那大家有获利的话 有获利的话 记得都要按赞 如果想要直接跟老师学习的话 直接拨打 0277259668 对没错 如果要操作强势股的话 找袁老师 好 那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车 好 那玻璃 今天又继续在创新高 好厉害 抱歉 这个图没有更正 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昨天涨停板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因为他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负财次结构 打入法国空中巴士的供应链 好 那讯达今天又涨停板 那我们是1月2号跟大家讲 那时候是29.9 然后今天来到了38.2 涨停板 那这个是非常强 因为他在突破这个箱形整理以后呢 上涨 整理一下又继续上涨 这个非常强的 N字上涨 对 N字型的上涨 是的 爱补 我们1月3号跟大家讲 466.5 对 那前一天 前几天拉上了这个几乎快500 对 然后现在是小小的这个回档 我记得袁老师有说480块 总是买点 所以今天其实有买点出现了 对不对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有上车吗 上次的跟我说有加1 但是就是还是要就是低档进场 还是最好的 对 我能记得很清楚 没错 是 只要480不跌破的话 他仍然维持强势 那金利科今天又再继续创新高 这次股票真的是太强了 那他就说 他的基本面呢就是因为 英特尔跟超为 往这个高阶的地方 高效能高的耗电这个发展 所以腾出的这个比较低阶的成熟的市场 金利科就可以来接收 那我们11月3号的时候做了第一波段 1月3号 加码 对突破294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突破箱形整理的时候 突破294 那时候哇 294现在又来到了352 持续在创新高 所以这只股票呢 看起来哇真的是主力非常非常的凶悍 是 那10月25号以后 以前呢 10月20号那时候 就是10月底的时候 老师有特别就点名 神盾安国集团 那时候很厉害 安国安格训捷 亮灯涨停一路涨上来 相信大家都已经赚一波段 我还记得啊 那个时候是安国吧 50块不到吧 对没错 然后现在都100多块了 真的 对玩人记忆很好 真的 对没错 那时候安国还不到50块 是 好那我们现在来跟他讲 新顶呢 今天又涨停板 继续创新高 是 涨停板 那这个新人新气象 他这个 盐染这个柔海茶 当他们的执行长 这个 就一番有一番作为 是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 有特别报导 这个神盾安国集团 我们的这个财经检事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 好 我们另外会讲 好安国今天也是涨停板 就是 他虽然是20分钟处置 处置到1月19号 但是今天还是不安于事 不太安分 不太安分 继续拉涨停板 所以他这种做法呢 对会被这个交易所 这个关出来以后 要继续关20分钟 继续关 当晚轮想的就是说 会不会越关越大位 越关越大位 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只要有机会的股票 大家还是要掌握 对没错 越关越大位 这个照正看来 真的是越关越大位 那那么上车点 上车 帮观众朋友们问一下 哎呦 那个那个我们 我们前两天有讲 120不跌破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120不跌破 好 同学们记得了 那么神盾呢 神盾 神盾我们之前讲说 135这个不跌破 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今天也是拉出长风 但他涨停大开 对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有没有疑虑啊 哦 没有没有 因为可能就是那个 被那个当冲客 把它卖下来的 因为当冲客 凯基台北 好的 我记得你了 后立台 对对对 我还能提醒 这个很可能 这个神盾集团 是今天凯基台北这些 当隔日冲的这个 大户 都有进来 所以明天 势必这个震荡蛮激烈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注意这个 隔日冲 这个隔日冲 一进到这种 这个涨停满的股票 是 隔天他就会 9点15分就会杀出来 对 好 那具有科技是我们昨天提醒大家 对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买点 今天又涨了15块 非常强 涨了15块 现在几乎这个 这个三角 上升三角形突破了 它是一个这个价位比较低的 这个细致财的这个公公司 是 然后也是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IP的三剑客 这他可以叫做小创意 创意 四星跟巨有 都是台积电的这个细致财 这个工艺商 是 那富士达我们昨天讲了 这个地方快突破 果真今天就大涨突破 今天又大涨了8% 是 涨了35块 所以这个折叠手机是未来一个趋势 苹果也要介入这个 所以 富士达呢 是 这支股票 仍然可以持续注意 今天第一天突破而已 突破这个上升三角形整理 未来仍有高价可以期待 是的 环天科我们昨天讲说这个 他这个拉回整理 然后第一根 果真今天又拉出涨停板 量也放出来 是 所以这个 仍然是 有高价可以期待 这支股票 仍然是可以期待 可以继续 上车点 上车点 他只要在这个 24块这个地方 不跌破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新股票 固伟 对 固伟电子呢 它是 全球中阶测试仪器的这个领导厂商 那也是台湾综合测试仪器的这个领导厂商 龙头 那今天拉出第一根藏红 拉出第一根藏红 他的十月份 十二月份的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表示不错 就是说他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那未来盈余呢 也可能创历史新高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上头 而且他股价呢 已经创了20年来的这个新高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征兆 基本面 技术面都表现非常强势 大家可以再继续 再追踪这次股票 好 我们选择好的股票 挑对好的进场时机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谢谢任老师 深入浅出的分享 那么如果我们影片里面有任何有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想要直接跟袁老师拜师学习的话 直接上班的时间 可以拨打0277259668 好啦也别忘了按赞订阅跟分享频道 我们用力鼓掌 再会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哈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